Hello 各位, 今天大家见不见到后面 后面就是 The UK Hi-Fi Show Live 我都来了英国一段时间 没理由一个英国音响展都不来跟大家看 这里是叫 Ascot Race Horse 是皇家雅士各马场 这么漂亮的马场, 原来是会搞 Hi-Fi Show 加起来都有差不多五、六十间房 我来一天, 我第一次来, 不太熟地头 我就随心跟大家看看有什么东西, 录下音 不挣大家时间了, 立刻去片 还有, 正式进去看之前就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未订阅本频道 尽管订阅, 觉得这条影片OK 就订阅我, 给个赞我, 给点鼓励我, OK? 好, 去片 almost 其实呢, 是很久没办的了, 这个音响展 因为上一年呢 它是刚刚这个展呢 就是英女王过世之后那一天办 所以他们即时就已经停办了 那再之前那年呢, 2021 年 就是疫情啦 那再之前那年呢, 都是疫情啊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展 已经是, 对上一届已经是 2019 年了 那四年了, 所以呢, 应该会是很多人会来的 那今天当然是因为是传媒优先日 和是业界优先日 那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这么清静 明天后日呢, 就应该坐满沙发 需要一起去听歌的了 第一个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一个叫做Straton 的喇叭 那样呢, 就很復古, 很经典 但是呢, 有几俊仔 29mm 直径的高音 有一个短耗角 跟着中音呢, 8 吋 那所以下面那两个低音呢 就是 15 吋 那厂方有数据的就说呢 在低频部分这一对喇叭的失真呢 是非常之低的 现场听声收货 非常之好声啊 我觉得是整个音响展里面呢 头三四位最好声的系统 除了喇叭颜色之外呢 我觉得一前以后的EAR 胆抗音机呢 亦都居功不少 音响展呢, 小不免都会有些 金碧辉煌的天价音响 给大家见到 例如这对Global 的喇叭 都是金碧辉煌大大队 大家猜猜多少钱呢 不用猜猜 立刻给大家提醒 要提醒大家 在英国买的音响 是要给税的 20% Kef 的房间就展示出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LS60 Wireless 和Blade 的Meta 版 都不是什么新产品 有什么好玩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 右边的喇叭上面 有一粒小钢子 是啊 厂方在喇叭顶上 放一粒小钢子 打直地放 然后再炸机炸到很大声 低音棒棒 理论上的箱应该震到 银子会跌下来 但是Blade 的箱体 是可以在这么大音压之下 都这么定 定到银子都不会跌下来 都挺过瘾 来到Campage Audio 的房间 全线产品 大沙拉那间 包括热买的EVO 系列 不过另外有些意外 是它夹喇叭 不是夹Campage 的喇叭 是夹Kef 的LS50 我问现场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 这样夹喇叭 这间房间就是铺着的代理 所以 里面有奥地利铺着的唱盘 也自不然有铺着名下的 英国Musical Fidelity 的产品 但想不到 喇叭是美国Crips 还有 播出的声音都挺合夹 数码是韩国的Hi-Fi Rose 基本上大家熟悉的型号 这里都有 谈谈歌曲 其实厂方也有一个叫MX 系列 西西部 什么功能都有 还有价钱贴地很多 都是几千元有交易 Louda 的房间 当然会有他们的单元 除了是全音域单元之外 他们也展示出他们的喇叭和打耳机 不再是单一单元 会是二路或三路 Sauce 便是拾了一个 Open View 由于我们星期五去 不是开放给公众 所以很无奈地 很多房间 其实都不是真正在开声 包括我现在这一套 由 SME 两个唱盘 夹配 Nagra 全套抗音机 还有Rodport 的喇叭 这一套超级系统 没有开声 没有听 特别这套系统有准备Open View 大家看到聆听环境 楼底够高 空间够大 而且楼底是三角形 边章是皇帝位一目了然 房间很大 除了这套机之外 还有其他系统 包括我熟悉的ATC 有对SM-50 夹配 Nagra 的前后级 我真的未听过 Nagra推 ATC 不过大家有没有留意 ATC 的脚架 烟漾摆 知不知道左边是对的 还是右边才是对的 说了房间很大 另一边的系统 就会看到 Oranda 的 Source 夹配 WISE 的解码 最新旗舰的解码 HELIOS 另外还有一套系统 就是德国BAMASTER 的 Source Streamer Dead 连接它的前后级 来推这个 Broadport 的喇叭 又是一个 我在香港比较少听到的夹配 又是没有开声 真的非常无奈 来到这间 又是一间很大的房间 主系统就是 美国PS Audio 的全餐 除了在新电电源产品之外 它们有自己的数码信源 抗音机等等 以及最新推出的自己做的喇叭 既然全餐PS Audio都起了 总裁华士人 Paul 当然也起了 很多发烧家都看着他的YouTube Channel 不过我坐在房间 他和这里的代理密密针 我就不方便打扰他 反而就留长时间在这里 听了一会儿 另外眼里的朋友 应该见到 这套机的模拟信源 就是Florence Florence 不同的唱盘 亦都在这个房间里展示出来 有些我觉得很好吃 还有这间房间有个HAT5区 看到波兰FORUM Audio的产品 荷兰高清牛 还有Matrix Audio 等等的产品 又是另一个在香港比较少见的组合 YG Acoustic 喇叭 夹配Bouda 抗音机 想跟大家说 真的挺好声 真的挺合声 这麽大队YG 一队包打1160 就已经搞到塌塌陷了 但我个人觉得 YG Acoustic 的喇叭 在过去这十年的进步 是非常明显的 而特别一提 就是厂方最新推出的Pete Series 很容易认的 雙身不是整个银色 是有木的成分 价钱降低到相对贴地少少 但声音质素都可以保持到 这就可以显示到厂方 製造喇叭的技术就越来越成熟 便宜一点的Bouda 就会有866 这个我借了来实试 遲些会有报告 在10万元之内 非常值得留意的一部抗音机 另外Audio Quest 的房间 就有Audio Quest 收购了的 Golden Ear 新喇叭 半有缘 Slim 设计 这么小的喇叭 能量非常强 Sauce 便是全套 厄拉利的最新产品 G3 系列 是一套分析力和能量感 都相当强劲的组合 在Harmony Hi-Fi 这间房间 就有两个都是来自丹麦 但想都没想过 它们可以一起配音的牌子 一个就是DALI 的喇叭 是一对非常漂亮 高级旗舰的超巨型喇叭 而抗音机就是大家熟悉的贵风 是最新的Commanda 和APEX 的前后级 从来没有想过 DALI 的喇叭 是有这种规模感 这种这么有台形 这么有霸气的声音 说真的 在这个音响战里 日本的器材比较少 想不到都比我在这里 看到日本Soul Note 的器材 主角当然就是厂方 下半年的重头器A3 旗舰合拼式抗音机 大家看看这里 英国卖多少钱 夹配的器材就是DALI 的解码 喇叭是一只叫Kim Speaker 厂方Kato 都亲自来到Tuncent 不过刚刚采访时 他正在吃饭 所以我就跟他拍张合照 打个卡 就不阻止他吃饭 A3 的大货 应该年底就会到香港了 密切留意 这里有好几间房 都是用英国TQ 线 Telerium Q 的旗舰 这几间房都挺好声 不知道关不关线 尊敬 Andas我来说 CrossFit I'm David Baker I'm from Southampton I'm working for Origin Live Well my dad started the company Origin Live And we are a family business And we now have quite a large factory With four CNC lathes All of our kind of production gear 像我们的细节剪、细节剪 基本上,全都在新闻做成为美国的歌曲 在不同地方的音响展 都会有机会看到不同类型的厂家 有些厂家可能我们香港发烧又不太熟悉 例如英国家族生意自家生产的唱盘唱臂品牌 Origin Live 不是来看舞台都没机会跟他们聊天 他们的唱盘很有趣 不是很大,但是分开上下两层 Origin Live 带动摩托是带动唱盘下面那层 而不是上面那层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准备到我们的摩托 所以用这种摩托 用这种摩托的摩托 也能够做得非常好 DS Audio 和Clear Audio 的房间 当然会有黑胶唱盘听 但是有趣的是唱盘上面的那个装置 是可以有效令到唱片的原心更加精准 另外有趣的是我觉得它的线材 布线布的很漂亮 有专门托线的线架 无论是电源线还是喇叭线 都走线做得非常漂亮 线也是很粗的 那价钱呢 就自己掃QR 曲看吧 见到一个唱臂的品牌 叫做Super Track 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了 唱臂的形状很特别 现场是将唱臂装在Technics 的 1200 直驱盘 听声音都挺三满活泼 我觉得这个唱臂也挺英俊 还有觉得好像是有些东西 不过这间房进去的时候 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只是在播着唱片 所以我想问多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接着这间房间就是Absolute Sound 品牌就有大量高级品牌 高级品牌都建立了 不过大部分都是静态展示 只有一间房间是可以开到声音 而我来採访的时候 这间房间仍在启动声音 所以就不能进去听 所以现在就带大家 就直接看吧 很多品牌都有的 Dandy Agostino Audio Research Dark Seal 另外还有Magical DCS Constellation Jardis 等等 另外有些品牌就平时少见一点 例如Tin 这个品牌的东西很贵 特意拦住不让人走近 还有一只近年可能被香港发烧油淡忘了的牌子 挺好的 就是Copeland 丹麥的 有没有朋友用过他们的机器 这间房间不是音响代理商的房间 这间房间是Hi-Fi News的房间 里面也不是有新的器材 是有些古董音响器材做展示 不是 是开门 全套菲利普的古董器材 有CD机 CD100 这个最多人熟悉 有黑胶唱盘 有卡式录音带 有前后级 还有喇叭 特别是喇叭 我看到有个灯弹 喇叭是要给电的 但我相信里面应该没有抗音机 究竟为什么喇叭要插电 要有个灯弹呢 有没有玩过这套Hi-Fi的朋友知道为什么 留言告诉我 我叫Björn Hegelstad 我工作为Iso-Tex Iso-Tex Systems 我们做电脑机材 我们带了新的V5系列 从中央的Polaris到Sigma 我们都改变到V5 但这里我们正在展示Polaris 和Sigma 是最高的模式 在我们的Parsive系列 来到Kimber Cable的展望 我很欣赏它做展览的方法 因为它是卖线的 所以它将所有机器 都轮着面 屁股向外 让大家看到线怎么接触发 机后如何接触发 也可被发烧一览无遂 刚刚还说没什么日本牌子 马上就有一间Yamaha的专属房间 主角是近年厂方主打的Sigma Deadm NR2000A All-in-One 復古外形 还有两个标 推力亦相当不错 推回Yamaha自己的喇叭 手道拿来 但可能这部2000A也稍贵 所以厂方新推出的更入门型号 就在后面有静态展示 虽然便宜一点的型号 没有了个标 但一样是復古外形 还有价钱真的相异很多 NAM的房间当然有Focal的喇叭 Focal的房间当然有NAM的Streamer 和扩音机 NAM 和Focal现在真的越来越配音 德国Blingman 的房间 当然有全套Blingman 的器材 虽然没有全新的合併式扩音机开声 但现场其实一样是有它们 比较新的Monoblock 来开声 推力大幅提升 所以推了Vilson Audio 的喇叭 是轻松自愈的 Indos 都是新东西 Streamer 的全新版本 改良了供电版旗舰串流机 还有Phoenix 中架的串流机 负责人员很细心 讲解整个机器如何去设计 如何组装 但我最紧张是什么时候可以试 应该都有的 Decord Company 这次它们主要是釘模 不是釘模的ATC 是釘模的排数和电源处理 这里当然用英式 Decord Company 的英式 线都很粗很漂亮 我现场听其实ATC50是多漂亮 它的电源多漂亮 它们用Cord Electronics 的解码 不要搞错 Cord Electronics 和Decord Company 大家都是Cord 但完全是两间公司来的 Ascord Show 虽然扮演了很多年 但我是第一年来的 所以其实我都是 只有大半日时间 我都是随便走下 随便拍下 这个场有两个特色 我觉得是很与别不同 第一 就是我从来没参加过一个音响展 就是在马场搞的 这个马场首先有很漂亮的景色 今天天气也很漂亮 所以很多房间 你都会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景色 其实听音乐时是心抗生疑的 另外就是这些房间的尺寸 另外也有很多参展商 就做了很多确实 令到其实听音乐时 很多房间都很漂亮的 还有就是这个马场 很多这样的房间 但是他们的参展商的房间 就分开一组组 不同流程 身旁无神有十间八间房间 就没有开 接着又有两三间开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真的不会吵到大家 大家在听音乐可以比较宁静一点 但是不好处就是 这里有九曲十三弯 又上又下 也不算是很清晰的 所以如果你不拿着一本长行 把所有的位置都变得很容易走漏 这里的墙真的非常好声 不过今天大部分的参展商 都是在做那些 即是Trey Show 他们在谈生意 有时机器就 有时没开 有时就开得很小 有时关门开会 所以如果是看音响展的话 应该都是星期六星期日 给公众看的时候就会多一点 但也不要紧要 我都听到几间房间 大部分都很好声 有开声正正经经那些 大部分都很好声 好了 今天跟大家来这个 我阻挤人家走 今天来这个ESCORSO2023 就来到这里为止 有车要走 喜欢我发表的朋友 给个赞 未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面村里第一时间收通知 好 收工 小铃家 我们看一下 你突然是一日 контр来る 习工 ED 你 这是